王安靜的中 讓我們一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先來關心到 是藍白和確定分手之後呢 三強鼎立的局面 民調狀況又是如何 我們來看到最新的TVBS民調 大家可以發現到 目前在第一位的 還是賴蕭配 34% 另外呢 排名第二的是 31%的侯康配 再來第三名 23%的是柯銀配 但是大家看這個民調 會覺得非常特別的是 尤其是賴蕭配跟 侯康配這個組合 其實當中只差了3個百分點 而且柯文哲這個組合是墊底的 如果我們直接再往前推點 來看到上一個月的民調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 賴蕭配本身 其實基本上支持度是持平的 但是在侯康配的部分 是增加了5個百分點 反倒是阿貝 柯文哲這個組合 是跌了6個百分點 所以專家就分析這樣的民調 是認為說 現在在藍白確定破局不合之後呢 所以各自的忠實支持者都歸對了 所以說基本牌已經回來 這跟股票一樣嘛 每天高高低低嘛 現在民調高沒有用 投票那天高才有用 我看到我們的鄉親 把我們摸摸的支持 影響到的心願 就是我和趙少康 可以當政黨輪替 我同意啊 你也各不同意啊 你不要打斷的話 藍白分手擂台 誰最傷 從總統喜好度可以看出 猴柯雙雙下滑 尤其柯文哲重挫14個百分點 而兩人不喜歡比例都大於喜歡 副手喜好度部分 小美琴以44%奪冠 趙少康也有三成 但不喜歡比例卻高達四成七 吳欣雖然就一成四 無法表達意見 卻高達六成三 顯示選民對他的熟悉度 有待加強 年齡交上分析 20到29歲 年輕選民可以配支持率 仍然超過五成 但輕壯選民中 相較於十月 調查少了一成左右 侯康佩在30到39歲 50到59歲 支持度都上升一成 另外北北基陶竹苗制度 也轉為領先 因為雙方都覺得很委屈 所以藍白河不成之後 反而雙方的支持者各去歸隊 是不是是整個 那個柯正雲的支持者 離過去後 我的支持者過去的這個 這個氣保可能現在就有大大的增加 這本名叫在登記後的24號晚間 開始連續三天以失化搭配手機進行民調 有效樣本數1744分 在95%的信心水準之下 抽樣誤差為正負2.3% 2024三哈都藍白分手現在進行式氣保 是否發酵就看誰能從中得利 題北新聞 鄭盛惟 林家慧 台北採訪報導 其實在整個藍白分手之後的三天 TBS也做出了這份民調 但是當看到的支持度 再來我們來看到是喜好度 不論你會投誰的話 請問你喜歡侯友誼嗎 被問到這個問題的這個 裁樣的對象 其實是有42%的人是不喜歡的 但是喜歡的人也不少 35%另外23%的人是持沒有意見 不過現在侯康佩正式出輪之後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說 其實不論是侯友誼或是趙紹剛 其實雙方似乎都展現了互補的性質 尤其現在侯友誼被分配到 似乎是好好的闡述他的證件 尤其他在跟九大工商團體對團之後 也開出支票 喊出在四年之內要入CPPPP 被這些工商團體認為說 似乎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這個國民黨的副總統參選人 趙紹康其實也被問到說 柯文哲的相關的言語他怎麼看 他說柯文哲不是經常吃野 而是亂講話 不過大家針對這件事情 好像已經習以為常 聽到柯文哲說 台北男人上酒店是位談公事 趙紹康這個笑聲未免太不給面子 柯文哲是常常亂講話 那好像大家也不在乎他亂講話 所以他就習以為常 喜歡這種個性就投他 喜歡亂講話的個性 那就把票投下去 趙紹康炮紅柯文哲毫不留情 兩相對比就算貝科怒賜 但是沒誠信 侯友宜簡單帶過去 政治人物的原型極致 我相信所有的選民都可以檢視的 歡迎各界檢視 只差沒說政治攻防不干我的事 畢竟要爭取各界支持 最重要的還是拿出具體法治 你要跟人家談判 你沒有公街的實力賣來過 我一定要讓對方 不敢輕易發動戰爭 我今天覺得你有準備來 你準備得不錯 你已經有準備好要當總統了 上台班桌就要擺出架子 2012下午與九大工商團體 公開面試兩小時 侯友宜也做出這項宣示 我希望是在兩年裡面 先第一步 讓大家都能夠統一 讓我們有機會加入CPTPD 那後兩年 我希望能夠大家穿越的談判入口 能夠完成自衛會 初考是否及格業界自有評分 但與兩位參選人的最大區隔 侯友宜不忘重生 我的時刻行動不一定是我全都很快 但是我動的我做的都心情 你國家要來 現在三個總統還選擇 抱歉 但是我大聲大聲 不支持台獨 支持台獨 是一個引戰的一個打五線 舊胖選民難以區別 做出品牌定位 反台獨的來這邊 TVB的現任追蹤群 李祈福 葉豐益小組 台北有島 不過在整個金月飯店 雙方不合的整場 兩個小時之後 似乎大家對這個侯友宜 或是柯文哲的形象 似乎都是比較不看好了 這一次的會面 讓他們兩個人形象大張 剛剛看到的是不論你投誰 請問你喜歡侯友宜嗎 他的不喜歡度 來到了42% 但是對柯文哲來說 其實這一次的不合 對他來說也是形象重傷 因為不喜歡的程度 達到了接近五成左右 喜歡的人佔了三成三 另外接近兩成的人 是沒有意見的 所以說可以看到 不論是藍或是白 雙方在提高自己的喜愛度上 恐怕都還必須要再多加一把劑 但是呢 在今天民眾黨的總統參選 柯文哲上了廣播節目 接受專訪 說有人開價兩億美元 要他擔任副手 甚至還有自稱是 美國國會助理的人 說美國方面要力促藍白河 對此柯文哲就直接的說了 在選舉登記之前 不論是千客啦 千客或是騙子 其實通通都出現了 當副手一億美金 我說真的還假的 誰開 誰開一億美金 我下來跟你講 這不行啦 我後來說不捨得 兩億我說真的還假的 透露登記前接到這通詭異電話 有人自稱是聯合國專員 向他開架逼退 說美國方面希望藍白河 柯文哲自動聯想到國民黨 美國阿拉斯卡那個參議員的助理 還到我們專案黨部 還跟我們談過 我們明天 這個洛森布克會打電話給你 還叫我們要準備 我說奇怪 我說 過來我們去AIP check 我說這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不一定是國民黨發動 什麼國際騙子都有 這就是一個怎麼說 這個事情我不知道啦 不過暗示性的語言 不太妥當啦 即便對方說不知情 但柯文哲對藍衣的戒心 連電話都不敢接起 因為我那時候辦經營 你都已經沒有信用了 誰敢接你的電話 這個就是我們個性不一樣 現在我們就不會很做作 三爆藍衣回顧起藍白分手 還是有氣 說到地方立委選舉 眼看國民黨寄出禁令 不准藍衣小雞找柯站臺 柯文哲倒是這樣呼籲 但是那種伯仲之間 還是有超過十席 至少在十幾席的地方 是需要合作的 如果完全分裂的話 民進黨有可能單獨過半 總統不合 立委另當別論 畢竟論組織 民眾黨相對弱勢 上個月底才成立的民眾黨 彰化縣議會黨團三人成軍 沒想到現議員陳崇佳 卻在二十四號 也就是藍白河破局隔天 發文給現黨部表明退黨 少了一人無法成立黨團 還沒滿月就面臨解散 眼前有總統撒卡都局滅 柯文哲後要穩住基層士氣 就怕跳船朝延燒 亂了陣腳 看世界持續大家聚焦的是以哈衝突 我們要來看到現在以哈是呈現 停火暫時停火的情況 但是這樣子的情況 這樣的鬥點 有沒有機會是再度延長呢 現在哈馬斯希望說 在四天之後 尋常延長這個協議 但是以色列肯嗎 現在呢 其實以色列的這個軍方犯人就說了 他們其實是希望趁著這四天 趕快趕快進行 準備下一階段的交債 他們其實還是認為說 目前的暫時停火 只是期間限定 並沒有可能會持續的再拉長 但是希望如果真的有機會 延長這個停火協議的話 希望可以帶回更多的人知 但其他的國家又怎麼看呢 其實難免我們要來看到 是美國泰國獨五 美國總統Joe Biden就說 如果真的延長的話 是樂見其成 但是呢卡達在之前 也是幫忙斡旋的角色來說的話 他認為說哈馬斯到底能不能找出 40多名其他 遭到武裝團體來劫持的失蹤人之 將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但或許現在延長這個 休戰協議或是停火協議 對哈馬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現在哈馬斯可以說是元氣大傷 尤其大家看到整個加薩地區 不論是南北 特別在北部是頻頻受到打擊 所以這個以色列的高官就說了 光是以色列的部隊 已經擊斃了50多名的哈馬斯指揮官 而且法新社也說 卡薩姆旅認定說 這個加薩北部的指揮官 像是甘杜爾這些4名的高級領導人 都是處於陣亡情況 所以很多的專家 甚至哈馬斯都認為說 如果可以延長這個停火 或是休戰的這個時間的話 對他們有這個換取喘息的空間 還有時間 但是其實在這一次的停火協議當中 非常重要的是人質的交換 哈馬斯已經連續三波釋放人質了 陸續這些人質也跟家人團圓 不過有人只指控 他們在被哈馬斯積壓的時間 基本上三餐不計 有一餐沒一餐的 甚至光是想要洗澡都必須要先排隊 防彈背心加頭盔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在四天休戰的第三天 親自前進北加薩 承諾絕對戰勝哈馬斯 但過去三天 大家的目光 都集中在被釋放的人質身上 五十幾天沒見面 家人重逢 激動地哭了出來 感人畫面還有這一幕 9歲人質艾蜜莉衝向爸爸懷裡 上個月爸爸一度以為女兒遭到殺害 後來證實艾蜜莉還活著 週末被釋放後 一家人團圓 不只9歲女孩瘦了 還有一名以色列人質表示 自己五十天體重掉了八公斤 還有人質說他們睡在塑膠椅子上 為了洗澡甚至得排隊好幾個小時 但並不是所有人質都被關在同一個地方 接受同樣待遇 不過以色列據證實 一名八十四歲人質 因為有嚴重身體狀況 獲釋後直接從加薩 搭機送往以色列醫院加護病房 TB新聞最後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是俄烏戰爭 現在其實在這個烏克蘭大饑荒 90週年紀念的日子 其實雙方再有非常明顯的交貨 在11月25號的時候呢 俄國75架的自殺是無人機 襲進了基輔 但是呢烏克蘭也不是好個人的 用無人機還有飛彈反攻 甚至呢其實接下來馬上要進入到冬天 對烏克蘭對俄國的戰事來說 其實都是非常不利的 現在澤倫斯基也希望大家 再幫幫這個烏克蘭 然後他說烏克蘭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統 其實也是像很多歐美國家來進行喊話 也希望可以保護這個糧食出口路線 因為烏克蘭本身就是個糧食生產大國 還有與俄羅斯的接壤地區 但其實2024年來說 對烏克蘭也是個非常重要的緬分 因為他馬上要舉辦的就是2024的總統大選 但是現在到底要不要辦 以這個澤倫斯基的態度來說 他認為說現在辦這個大選不是一個好事情 怎麼說 因為從其實從從的考慮來說 比如說公民安全嗎 去投票的時候還有怎麼倒策 甚至呢戒嚴法他們也是限制的 因為在2022年的時候呢 當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馬上實施了戒嚴法 如果以戒嚴法來看的話 烏克蘭是沒有辦法舉辦選舉的 因為在這個法令之下是限制選舉的 還有你要怎麼投票怎麼提評 甚至很多的票所也都被毀了 還有你要花錢在舉辦大選上面 在這個戰爭時期 每一分錢都非常重要的狀況之下呢 其實也引發了很多民眾 當地的民眾人說 乾脆2024的總統大選就不要選了吧 根據基輔國際社會研究 他們就發現說有超過八成以上的受訪者 如果想要選舉 他們希望是戰爭結束之後 不過其實喔 當然我們從這個現實面來看 在烏克蘭來說 根本就不可能舉辦大選的狀況之下 為什麼還有這樣的聲浪出現呢 主要其實有學者專家就分析了 這樣子放出風聲的 很有可能是美國的共和黨 因為我們其實知道在美國的國內 本身針對要不要援助烏克蘭 繼續援助烏克蘭就有非常多的討論 而他們現在認為說 專家懷疑這個共和黨放出這樣的消息 希望基輔希望烏克蘭 舉行總統大選的聲浪是明顯偏大的 不過現在喔 我們一直在談到說 整個戰士進入到 馬上要來到的是冬天 冬天其實對烏克蘭來說 對俄羅斯來說 都不是一個容易打仗的季節 尤其在克里米亞半島 還有在烏克蘭南部地區 也都出現了風暴或是風雪的情況 速達130公里的狂風下 八九公尺高的大浪席捲而來 淹過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沿海地區 鋼筋鐵架打造的海防工程 南擋大自然威力嚴重傾斜 此刻烏克蘭軍想趁勝追擊 出動坦克突破防線 也因為猛烈暴風雪受到阻礙 烏克蘭南邊的奧德薩 部分道路因此中斷 電線被吹倒 不少地區停水停電 這是烏俄戰爭後的第二個寒冬 哈爾科夫的沃爾承斯克鎮 因為被俄國切斷天然氣供應 居民同時燒柴和開暖氣保溫 除了木柴要省著用 還要隨時提防邊境的俄軍攻擊 連續兩年受動挨餓 也讓民眾想起90年前 蘇聯時期造成烏克蘭 七百五十萬人死亡的大饑荒 當我們感受到大肌肉 一時感受到大肌肉 因為不能忘記 明白 還要隨時感受到大肌肉 在大肌荒紀念日 在大肌荒紀念日 也是非常流行 Dorecho公布訊息 說北方省份的類流感疫情 連續五周是都上升的 因為上升情況比去年還要再嚴重 是去年同期的2.5倍 而且當中大家非常關心的 就是這個梅將菌了 梅將菌現在在中國大陸 其實疫情是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孩童來說 對孩子來說 威脅是比較大一點的 成人也會傳染 還有這個傳播 雖然是有機會 但是相對來說 機率是比較便宜的一點 而且暫時沒有出現 致病力改變的風險 但現在快速傳播的狀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到台灣來了 當然大家也是非常擔心這一點 明年春天恐怕就是一個 非常關鍵的時間點 尤其我們剛經歷了新冠疫情 好不容易才回到成平時刻 有沒有可能會有新的 這個疫情情況出現 我們說是梅將菌 大家也非常關心 而台大小感染科的主治醫師 黃立民就說了 其實現在梅將菌變強 是一個全球的趨勢 而且要特別注意到 大陸的梅將菌裡面 是不是有抗藥性呢 要特別注意 明年春天要特別當心 尤其天氣變冷的時候 大家抵抗力相對來說 比較低一點 就很有可能會出現 梅將菌的疫情 還有就是在春節 大家回來過年的時候 其實恐怕也會造成這個 病菌還有黴菌上的移動跟感染 而機關署的副署長羅一鈞就說了 接下來要特別持續來監控 而且已經告訴 醫界通知要提高警覺 在看診的時候 也要落實TOCCL 包括旅遊史接觸史 職業別還有是否群聚 現在看診都要特別注意 但是當然在中國大陸 其實現在這個梅將菌的疫情 是越來越嚴重 在香港也出現了零星個案 還有大陸的防疫封控期間的大白 也再度現實 小女孩因為高燒 突然倒地抽搐 醫護人員第一時間讓她側躺 防止嘔吐物 塞住口鼻窒息 中國大陸呼吸道疫情大爆發 現在不少學校教室 座位都空了一半 不過人不在學校 照樣得用功唸書 許多醫院出現這種 邊掉點滴邊唸書的新現象 孩子們一邊坐著打點滴 一邊做作業 在另外的視頻中 醫院還開闢了作業專區 感冒咳嗽已經夠痛苦了 結果怕因為生病跟不上進度 小朋友被迫在醫院苦讀 出現大批學童一起掉點滴 一起唸書的陣仗 這波呼吸道大流行 容易群聚的學校被視為 是重要感染源 封控期間 人人聞之色變的大白 隨著疫情升溫 也跟著重出江湖 進入校園進行消毒工作 但病毒防不勝防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近期香港也出現了 零星梅將軍個案 除了流感以外 其他呼吸道病原體 在香港有日漸活躍的情況 好比說我們在一到四歲兒童 那麼除了這個流感以外 還有引起普通感冒的鼻病毒 那麼也佔了一定的這個比例 呼吸道疫情恐怕外溢到台灣 台股二十七號 梅將軍概念股提前反映 包括美德醫康納鄉 保齡附近全面漲停所死 成為疫情下的另類受惠者 TV別新聞 蕭明川帶原力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 是在拜習會結束之後 其實當時大家還記得說 這個幕僚透露說 習近平駁斥了2027還有2035 要攻打台灣 但真的是如此嗎 因為從美軍的動作來看 似乎對台灣安全還是特別注意 恐怕還是有疑慮喔 包括美軍在2024這印帶區區 就要部署新陸機的中程飛彈 當中包含了這個戰斧巡弋飛彈 還有標準六型飛彈 目的就是要防止北京攻打台灣 不過說到2024喔 這個年份大家還是會非常敏感 因為這就是我們總統大選的一個年份了 太平洋陸軍司令就說了 這個中國軍力其實現在還是在快速發展 正在一個危險的軌道上面 這句話當然是毋庸置疑 但是呢下面一句大家會特別關心的是 北京短期內到底會不會攻台 其實他也提到了大選當中的效應 還有他也點到了資訊戰 是否成功都會取決北京呢 會不會對台灣採取一些相關的動作 再來我們來看到的其實就是緬甸了 緬甸從10月底開始呢 其實爆發了很多地方的武裝勢力 去頻頻的攻擊軍政府 當中的零星衝突也都是陸陸續續在出現 而現在呢 武裝勢力控制了中緬邊境的貿易港口 也讓中國大陸提高警覺 夜空中發射飛彈 緬甸北部戰火持續 現在地方武裝組織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 進攻軍政府控制區再下一城 控制了中緬邊境的金三角口岸 這是一個往來中國大陸的貿易口岸 有120輛貨車被燒毀 因此中共解放軍在中緬邊境中方一側 進行實戰演習 演練明天起在中緬邊境中方一側舉行 目的是檢驗戰區部隊快速機動 邊境封控 火力打擊等的能力 發言人又說 南部戰區時刻保持做好準備 應對各種突發情況 北京當局稱高度關注緬北局勢 呼籲停火指戰 同時緬北動亂 也跟剿滅詐騙集團有關係 雖然緬甸已陸續遣返上千名陸籍詐騙犯 但仍有多人滯留緬甸 中國大陸官方使出多招打炸 包含自動關閉接聽國際電話 凍結銀行帳戶防止被詐騙 而對詐騙犯更祭出了連作法 對其家人子女讀書升學從軍 個人偵信考取公職等方面從嚴把關 原則上被封殺 還有各省祭出公開柔信勸返 呼籲他們在12月20號之前 返回中國大陸戶籍地投案 凡在限定日期之內 主動回國投案自首 並如實公訴自己罪行的 可依法從輕減輕處罰 犯罪情節較輕的可依法免除處罰 因為明天北部持續動亂 許多地方禁止外國人通行 我國外交部表示已協助149人返台 還有84人受困 呼籲禁訴與代表處聯繫 提供必要協助 提別別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來關心到天氣情況 而且大家最擔心的氣候變遷 似乎讓大家越來越有感 而史上最大的氣候峰會COP28 在30號杜拜就要登場了 當然有非常多的領導人 各國領導人都會參加 而且加一加大概有7萬人會參加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是各國領袖之外 教宗方济各其實也都會在COP28的會場來出現 而且力表對氣候變遷防治 而且阻止了一個重要態度 不過現在大家發現說 美國的總統拜登竟然不去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他們去檢視他們的行程 就發現說他並沒有打算要參加本週的峰會 而且就連副總統賀錦麗也不去 而且在落幕之前 12月12號之前也都不會到現場 但是或許大家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過去拜登從他競選一直到當選之後 他喊在掛在嘴上的口號就是要阻止氣候變遷 在過去他還是連續兩年都出席 凸顯了美國在氣候議題上的領導地位 但這一次怎麼就不去了呢 而且這一次看起來整個規模都是明顯偏大的 主要還是跟國際的情勢跟局勢還是有關係 像是最近以哈戰爭 還有國內議題 因為在2024美國總統其實也是要進行大選的狀況 其實是不是要把這個力道還有關注 留在國內的議題跑行程 而且也都是大家持續來關注 但是其實現在掰了可能缺席 恐怕也會留給大家不少的想像空間 不過說到天氣 其實現在在台灣也能感受到天氣真的慢慢變涼的 但是在全球的部分地區則是這個風雪交加 像是在羅馬尼亞的記者 他其實在這個風雨當中連線 其實這個跑過這個下雪的連線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真的要穿多一點點 但是他們的情況顯然比我們之前去跑這個風雪連線 更加嚴峻喔 因為天寒地動 他邊講邊動 邊講邊動 甚至連站都站不穩 暴風雪中羅馬尼亞記者艱困連線 整間鏡頭瞬間被白雪覆蓋 只剩聲音 全都快要看不見 終於看清楚記者的臉 卻似乎又因為風雪太大 記者邊講邊抖還差點站不穩 這場暴風雪每小時100公里風速強襲 一輛再有41人的巴士被吹翻 導致數十輛車全卡在路上 不止交通大亂 電力也中斷 目前東部四線 發不紅色警報 近近的保家里亞 原因風雪帶來災情 車子和道路 及馬虎雪 全國多數地區 中日進入緊急狀態 超過1000人的地方 全都沒有 沒有水平 這是什麼 可以說出來 但沒有辦法 在期間 東歐的科斯羅 中六將下 今年首場大雪 被暫時安置 在東歐保護區 看了生平第一場出雪 好像忘了怕冷 一樣 好奇的在雪地 走來走去 原本應該東面的中熊 也出現在雪地中 讓工作人員很交集 現在4、5隻中熊 都沒有在家裡 沒有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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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說 一共20隻中熊 從小就被關在餐廳裡 取悅顧客 被救出後 目前住在保護區裡 其他16隻熊 已經適應環境 進入東眠 TVP的新聞 綜合報導 雖然這樣子冰天雪地的畫面 讓他覺得非常的驚悚 或是覺得有點反常 但是以今年的天氣狀況來說 今年是個聖陰年 所以在冬天的氣溫 預計會是明顯偏高的 尤其在今年全年來說 我們一再強調 今年幾乎可以說是 人類有史上最熱的一年 而且在今年地球的水溫幅度 已經達到了摄氏的1.2度 已經逼近了1.5度的門檻 而巴拿馬運河其實現在 也因為當地的降雨量 創下了70年來的新低 導致大家可以看到 水位是非常低的 因此要開始限制航行的數量 船隻航行的數量 接下來國際的運費 有可能跟著水漲船高 中央貿易樞紐巴拿馬運河 受到聲音限量影響 上月降雨量創70年新低 水位不夠恐怕影響船隻通行 將再度面臨塞港危機 為何當局從一天供36艘船通行 到本月降至25艘 明年2月甚至不到一半 船隻吃水深度不能超過13.41公尺 三運量下降代表需要更多船隻 不只推升運駕 花費時間也更長 聲音現象持續 位在東非的索馬利亞 出現數十年來最嚴重的血患 極端天氣也加劇埋害 印度新德里放眼望去 白茫茫一片 民眾說呼吸變得非常困難 聲音現象帶來破紀錄高溫 今年地球升溫幅度已達攝氏1.2度 關鍵臨界值攝氏1.5度 一旦失守大量熔兵 將導致海平面上升 威脅人類家園 TVP的新聞 綜合報導 看完天災我們再來看到 到底是不是人禍呢 因為在中國大陸出現了 兩起名車事故 而且都非常嚴重 第一個要來看到是在四川 有一台特斯拉失控 連續衝撞11輛車 但這個車主就強調說 第一個他沒有喝酒 再來他也沒吸毒 甚至呢他也沒有開啟自動駕駛 所以到底怎麼樣會造起這起意外 其實恐怕還要相關單位來進一步的調查 而另外一起呢是在湖南 有一輛BMW的駕駛 他誤踩油門 衝進了飯店大廳裡頭 疑似亮著紅色煞車燈 人高速衝撞前方車輛 這輛白色特斯拉一連撞了11輛車 事發在中國大陸成都 一輛上午才掛牌的特斯拉 剛上路就出事 被他撞的車輛毀損相當嚴重 車體板經脫落一共三人受傷 住院治療中駕駛已經被捕 車主說自己沒酒駕沒吸毒 不清楚失控原因 目前車輛已經進行技術鑑定 特斯拉回應將售後部門追蹤後續問題 而同樣名車肇事在湖南 一輛BMW直接撞入飯店大廳 前台被撞得粉碎 嚇壞飯店人員 飯店回應 沒人受傷已經完成善後 恢復正常營業 車輛上路一個不小心 都可能釀成大災難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青年失業率非常高 甚至高到最後還蓋牌 不讓人搞清楚狀況 但是其實一般的民眾來說 感受絕對是非常深刻 而且從一個數字來看 大家還會知道說 在中國大陸的工作 真的不太好找 像中國大陸的中央機關的公務員考試 在今年第一次突破了300萬人來報考 而且最誇張的數字來看 光是一個職位 就有3572個人來搶這個職位 X平台曝光 江蘇昆山火車站外 睡地上的人越來越多 代表失業者增加 中國大陸青年失業率持續蓋牌 因此中央機關的公務員考試 首次突破300萬人報考 比去年多了40萬考生 對自己不是很有信心 因為出來工作很難 還是想考公務員 因為應屆的身份在這裏 相當於上岸的機會會大一點 考生中不少應屆畢業生 今年中國大陸國考 超過303萬人 爭搶3.96萬個職位 平均77人搶一份工作 困難程度高於去年的 平均70人搶一職位 當中稅務機關最熱門 有157.8萬人報名 以統計局最激烈 平均每個職位約200人競爭 現在的話就業不是很好找 所以說是壓力挺大的 我學的是金融學的專業 然後我考的是稅務局 我已經做好了多次作戰的準備了 認真激烈的統計局 又以寧夏調查總隊科員 要求碩士學歷只招一人 卻3572人爭搶 堪稱世紀窄門 可能還會再這樣 就是全國尋考 之後各種各樣的都再參加一次 中國大陸經濟黃金時代過去 年輕人只求一份鐵飯碗 不要淪為失業一元 TVBS消息站陳永文綜合報導 對他們來說能上岸 然後能找到工作 當然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但是其實現在在疫情過後 很多人的工作型態都有所轉變 之前很多人都是遠距上班 但現在其實被要求回到辦公室裡頭 對這些族群來說 其實還沒有辦法適應的 所以說當你被要求要打卡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到公司打完卡 然後喝杯咖啡跟同事聊聊天 完成打卡之後 就離開公司遠距辦公 也創造出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咖啡打卡 今年不少龍頭企業的大老闆 紛紛表態對過去幾年實行的遠距工作很感冒 紛紛祭出最後通牒 要求員工重回辦公室上班 否則就能只能回家吃自己 像帕拉如莉這樣的員工畢竟是少數 根據統計現在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 家裡還有人在遠距上班 跟2021年將近四成相比明顯下滑 有很多工作人員在遠距離工作 你能看到當時的時間 當時人們在遠距離工作 工作人員在遠距離工作 都在遠距離工作 但他們真的沒有太多選擇 但在這個年來的疫情 現在他們可以開始帶來人們 提供人們的問題 根據史丹佛大學教授的研究發現 完全遠距上班 員工成效會減少一到兩成 這對企業主來看 當然是心驚肉跳 但專家認為整體而言 讓員工更有彈性的遠距工作 其實能為公司節省不少開支 不見得比實體工作效益差 而且要回到疫情前 一週五天全都坐在辦公室的 傳統上班方式 恐怕跟員工的期待差很大 因此歐美職場最近就掀起一波 咖啡打卡潮 員工準時在公司報到 滿足出勤需求 在公司喝杯咖啡 跟同事八卦完 就離開辦公室回家 或是另外找地方完成工作 等於變相對公司的上班政策 表達抗議 有部分企業也開始診斷 這種類似到此已有的上班方式 甚至使用一些監控的手段 因此也引發員工的不滿 認為在沒有影響產職的情況下 嚴格管控員工的出勤 將影響對公司的信任度 專家也認為企業放棄 堅持傳統的辦公方式 更有助於招聘到合適的員工 提供更彈性的工作時間 還有空間 才有助於找到勞資雙方 都能滿意的工作模式 TVA新聞綜合報導 22歲的辛娜呢 被認為是喬帥殺手 她也帶領意大利隊 在台維斯杯封王 奪下冠軍寶座 被球王喬科維奇 讚為網壇 未來三巨頭的 22歲意大利小將辛娜 在台維斯杯 再度締造新傳說 辛娜領軍的意大利隊 對上號州隊新一哥德米納爾 辛娜隊中場以6比3 6比0 拿下冠軍 這也是意大利時隔47年 再度封王 這真的很重要 我們都很年輕 我們都很想要 再次贏一次 辛娜說這是意義重大的勝利 台維斯杯 她先是和喬科維奇俠路相逢 最終上演復衝逆轉 接著又挫敗喬帥人馬 帶領意大利搶下決賽門票 隊伍也很幸運 第一次到最後 兩度交手兩場勝利 讓她被封為喬帥殺手 22歲的辛娜 2001年出生8月16號升 牌也是繼喬帥後 年紀最輕闖入四大滿貫 拔強賽的球員 這次劃下 2023年職業賽季勝利據點 網談另一個巨頭 娜達爾 特別向她道賀 TVB的新聞之後報導 為了要鼓勵遊客多多消費 南韓政府從明年的元旦開始 單筆消費的退稅上限翻倍 增加到了100萬韓元 總消費的上限也增加到了500萬韓元 南韓政府立平觀光 明年元旦開始外國旅客退稅額上限提高一倍 單筆消費退稅上限50萬韓元 增至100萬韓元 約新台幣2.4萬 每趟行程總消費上限250萬韓元 也增至500萬韓元 約12萬台幣 希望遊客可以買多一點 另外南韓本週將公布利率決策 預估將第七度同時 將時可能等到明年第二季或下半年 主要原因除了美歐持續緊縮政策 還有居高不下的通通 南韓秋冬必吃的橘子價格狂飆 加上低溫天氣 蘋果和甜食也比去年貴上30% 不過南韓外銷表現亮眼出口量最大的拉麵 今年可望突破10億美元目標 新期也達到1.4億美元 而智慧農場的產品表現不俗 出口訂單成長三倍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聊國際呢 我們要來聊的是消費喔 其實過去大家平常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你的產品 推送給你的消費者的話 你要找到目標群眾 但是呢這個字眼其實在日本 似乎越來越少見 因為現在有個新的字眼 非常當紅的叫做銷齡化全齡化 而且它也是日本消費市場 非常重要的關鍵喔 日本的研究就發現說了 其實現在大家針對十一住行這種生活方式 發現說不同年齡層的差距明顯減小 而且呢其實這就是商機所在之地 什麼叫做銷齡化呢 每個年齡層基本上的價值觀啦 所反映出來你買的東西都會不一樣 現在是慢慢的縮小 其實有一些共同的這個文化的符號 大家都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灌籃高手啦 還有捍衛戰士等等 即使好像是一個非常有年代感的卡通也好 或是電影也好 其實在上映多年之後呢 還是全齡的這個族群 不管男女老少都非常喜愛 再加上有很多現在是復古懷舊的風潮 也是逐漸的新奇起來 甚至呢 銷齡化也變成 其實現在在日本的消費市場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尤其呢 像是UNIQLO就是被認為說 欸 銷齡化做的最好的一個企業 因為他考驗的是公司定位商品跟服務的重塑力 像是這個UNIQLO就常常說 他是為所有人打仗 等於說你不論是男女老少 或者是呢 其實你只要任何的族群 你都可以在這邊找到適合你的商品 瞄準是放出四海的共同生活需求 主要像是以氣候來說 他可能是專門設計說 欸 這是天氣冷時候穿的衣服 天氣熱的時候 所需要穿的牌和衫等等 他用全人類共同的這個 對氣候的反應來設計衣服 因此呢也被認為是 非常成功的一個企業代表 但是呢當然在日本 強調是銷齡化或是全齡化 但是在南韓則是興起了信念消費 南韓這間食品專賣店 有許多特色商品 像是只使用植物性原料製成的純素新奇 用碎陶瓷製作的花盆 和竹製的牙刷等等 像這樣抱持自己認為重要的價值觀 並且向身邊親友宣傳的消費行為 稱為信念消費 去年一項調查結果顯示 南韓20到60多歲的男女消費者當中 有高達83.5%的人回答 在消費時跟隨自身的價值觀 欠了價錢或質就不算 全都不值得 這些消費者的欲求 這個想法是 東邏商店 市場でも食品大企業 可以多大量 企業從善如流 例如連鎖素食店 推出植物肉漢堡 或是收集廢棄寶特品 回收再生 提供販售商品的額外價值 信念消费的观念早在三四年前就开始流行 当时日本对南韩采取经济报复制裁 在南韩引起反日情绪 不但发起抵制日货行动 也有人在募资平台推出 有历史意义的反日商品 而南韩每年的11月11号 被称为佩佩罗Day 巧克力棒品牌每年大力宣传 洗脑消费者应急买巧克力棒送人 今年下来消费者都厌倦了 对于太过商业化的手段感到反感 先前一项调查指出 南韩20到30多岁的MZ世代 半数以上都是按照自己的信念来消费 尤其喜好标榜爱地球的环保商品 年轻时代是当今消费主力 南韩政府跟随趋势 针对绿色创业人士扩大提供资金补助 生产更多具环保价值的商品 TUBS新闻综合报道 所以其实在消费商品的时候 或许有人买的是信念 有人买的是价值观 但更多人可能会考虑的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实用的 像优衣库的产品 或许大家就会觉得 基本款或许才是王道 的确也反映在他们的营业额上面 除了商品热卖之外 再加上日元扁时 连弹让他们营业额 是比前年成长了20个百分点 达到了2.8兆日元 而且在明年有机会再突破3兆日元的一个关卡 就连他们自己的会涨 其实也都是这个个人资产 有明显增加增加了5成之多 当然他也提到说 其实这个资产是达到了354亿美元 蝉联了首富宝座 但其实或许他商人的眼光 看得比较精准的是日本的经济 似乎逐渐的在衰败当中 他甚至点名说日本必须要接受比其他国家 亚洲国家要更落后的事实 甚至他也点名说 因为大部分时候 其实日本都是用照后镜的方式来看到 他落后的国家是怎么样来发展经济的 而且他其实说到日本经济 他其实是非常担心了 喊出说很担心日本的经济会休眠30年 到底为什么呢 他在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就说了 日本政府债务非常庞大 再加上其实很多人 日本人非常诟别 就是他们工资非常低 再加上其实日本是持续维持在一个 货币宽松的政策上来说的话 他们工资跟国际水准比起来 真的是明显偏少 再加上民众的生产力是相对低多 所以政府跟企业都必须要来一起进行改革 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 日本到底要不要升息 或许大家从日本的货币宽松政策 一路看到现在会慢慢说 到底会不会要升息 其实也都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话题 尤其现在各界都在关注说 日本的央行会不会在12月展开了 紧缩货币政策呢 如果真的成真意的话呢 就是15年来第一次升息 没有想到就在第三季的时候 其实出现了一些 可能没有办法升息的一些讯号出现 就是在第三季的 他的经济比前一季比起来 是衰退了0.5个百分点 其实在今年从开年到现在 日本的经济成长都是明显平好 就是我们说的 其实还是维持一个非常宽松的利率之外呢 同时在观光热潮 回到日本的状况之下 其实在第一季第二季的表现都非常不错 所以大家也在讨论说 有没有可能来升息 没有想到在第三季就出现了经济的负成长 也是今年第一次的衰退 而且呢 现在在日本通膨非常严重的状况之下 很多东西涨价了民众不敢买 恐怕也都会出现一个通缩情况 而日本的相关单位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以日营的总裁来说 太早升息的风险其实大于太晚升息 意思就是说一动不如一进 但专家也认为说这种持续宽松的政策 可能会到2025的4月份 但是民众生活这么苦又怎么办呢 其实日本政府也推出了这个刺激方案 就是希望让日本的经济再度的回到正轨 再让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全球 包括欧乌战争 还有现在的以哈冲突 都让大家在经济方面 推升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感 连带让国际的金价水涨船高 来到新的高点 一开始因为年轻小朋友不懂事的时候 就会想说买黄金的饰品 对戒指啊项链之类的 就是会去营楼买嘛 但是后来再长大一点 研究一点之后发现 其实饰品并没有很保值 要买就是要买黄金元块 那再到后来一点 其实就有黄金存折 然后再还有黄金期货这一类的 黄金具有避险保值的特性 甚至成为美国人第二偏好的长期投资 认定黄金是最佳长期投资的比例 也从2022年的15% 上升至26% 甚至超越偏好投资股票 国际趋势不管是政治 然后战争还是经济 都会影响到黄金的价格 尤其是美金 它如果再跌的时候黄金一定涨 然后如果什么 美股说什么要升息降息 其实都会影响黄金的价格 然后再来就是战争 像去年的乌二战争 然后到今年的乌八战争 其实这一些也都会影响 黄金投资多年的Catty 也有自己的一套投资学 而确实随着乌八战争 持续超过一个月 更刺激避险买盘 国际金价一度冲破 每盎司2000美元 而根据台湾银行指出 在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增温之下 避险买盘推升金价 如果战事持续扩大 将激励金价持续走扬 以今年来看 黄金的价位大多落在 18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 不过在今年五月初的时候 矽谷银行事件延烧的关系 因此让黄金一度冲高 来到了美元2072 以台币计价现在是一个高点 可是以国际以美元计价的黄金 现在并不是一个到说突破了历史的高点 应该是说在一年半以前 它曾经来到一盎司 以美元计价2082 那现在基本上是停留在美元1900到2000之间 新展银行和瑞银集团更预估 未来12个月 金价可能达到2050美元 而渣打银行更预测 未来12个月的目标价则是2010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VID-19 俄乌战争还有这个以哈冲突 基本上有三波的这种推动 我们最近看到黄金的价格 其实虽然是一个处于涨势 但是短期间还是有波动的 因为黄金其实跟美元的汇率 还有国际情势 再包括这个主要央行 它的分配 它的这种外汇存底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 那所以说很多的因素 都会让黄金的价格进行波动 短期金价的震荡 确实让投资者心痒痒 尤其在经济波动和通膨时代来临 吸引投资人购买黄金避险 当然以持有比较久的消费者来讲 他现在以台币来讲 他已经是创了一个新高了 所以当然一定会有卖出 最近的话买的人也是有在增加当中 因为毕竟环金是一个抗通膨的东西 现在如果说要买卖环金的话 它算是一个卖的一个好时机 但是如果要买的话 可能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大概要放更长期 那未来呢 这个投资报酬率才会比较高 那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大概这个整个的一个正协率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 想要投资黄金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要放时间够久 才能够有机会获利 不过黄金毕竟是随着国际情势和各界 对于未来的经济预测有很大关联 因此就短期来看 涨幅的不确定性依旧存在 投资前也得衡量能力 TVBS新闻 陈如环消音场里面制线单词 特别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